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菩薩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结束这个 我们实力有书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要确定 我们所采取的这个所谓的 佛的一代的教主 他的说法总共有三个时段 这个三个时段说为 我们现在的称呼就是三十教 他在第一时段所说的 就是讲到阿涵的系列 第二时段是般若的系列 第三时段是解生命经的这个系列 这是用这样对照来讲 所以我们说阿涵的时段 比较说这个所谓的四圣地 说这个元旗法 比较属于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有法的部分 他最小的是破除所谓的我之跟 最小的是破我之 只有 另外的部分来讲是第二时教说这个所谓的空教 所以空教的部分 最小的是破除只有 所以我们在维世佛教的部分来讲是说为中道教 中道教的部分来讲就是详细说 为什么就是如此的知道 为什么说破我们只有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说空 所以为什么说空 我们破除所谓的 我们在说真 说我们的心真属有 说这个心本身来讲 在我们所说的那个 希望分别起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 在前面所说的这个元旗法 认识到元旗法 这个时候你就能够 知道这个谁的依他 还有元旗识是有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破这个空子 破这个般若 他这个死教 因为到后期会落入顽空的这个所谓的过失 那我们这个部分 最小的是讲到所谓的一 这个所谓的那个迷雾来说中道教 这样是迷情事句就是有这个 那个会有这样四种过失 那我们大圣的法教是讲说这个 有始因之大圣所说的有跟无 就是讲悟奇事句 悟奇事句是大圣 佛说的这个大圣 大圣的法教 有时候说有 有时候说无 这是大圣 佛如实之有 如实之物 这个有的部分来讲就是 我们心事在遇到境界的时候就会运作 就是事生时 次比象限 所以我们就会生 这个我们象分里面就会有我象跟法象 就我们一般来讲是我们显现象 我看到就是有法象 我看自己就是我象 所以有这种象限 如是有无因果同时 这个是讲到谁的 有无因果同时的部分 这个时候你如实这样子了解 这个我象跟法象这样显现 希望显现 这样知道我们所执着的 知取的我象跟法象是没有实体 你就不会有骗记所知 你没有骗记所知的部分来讲 这个时候 你就这个时候 那个如是有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谁的 我们好的因果就起来 或是坏的因果就消遣 所以如是有无因果同时 这个是我们想的时候 就是这样显现之后 我们遮到骗记所知 然后依他跟原成会显现 所以这个时候同时显现 同时起来 照有如是有无因果 就是如实的知 这个有的部分来讲 是讲到谁的 我象跟法象显现的这个因果 因为这是讲到谁的 世生 我们心思起来 就会有运作这个见分跟象分的这个有象 有我象跟法象 如实的知 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 这个法象显现起来 知道无的部分来讲 是我 我象跟法象的实体是没有 叫做如是有无因果同时 理去显然 理去显然就是如是知道这个三性 叫理 这是理去显然 这个时候远离二边去会中道 所以远离二边就是 远离这个所谓的 我象和法象 我象和法象 认为他实有 所以远离这个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有边 远离无边的部分来讲 如实之道 依他的显现 如实之道 我们所说的这个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部分 遍及所知这个部分 没有直取 这个时候你如实的知道 这个所谓的 依他的实相 还有如实的知道 这个真如的无为法的部分 这个所谓有 所以这个时候离开空无边 所以叫做气会中道 所以离有无二边 所以这个叫中道的修学的道路 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去会中道实效 且未举预言生法观察俱直 举预言生法就是 我们是 就是这个预言就是讲到说 不管是你 从骗迹所知来讲 都可以如实的了知 为师三性 你从依他来认识 也可以了解为师三性 你可以从原诚实来讲 也可以了解 所谓的为师三性 所以举预言生法 观察俱所知 所以预言生法 这个是从依他的部分来看 以原生法是属于依他 这个时候你观察到这个部分来讲 是观察我们在 我们所说的 因缘聚会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心事就会有 显现的见像二分的部分 这个时候在像分的 呈现的这个法像 或是我像 如实的知道他是显现像 不只取为实在 实在 不只取为真实 这个时候你能够 所以叫做观察 既所知本来都无 就没有他的实体像 他只是显现像 所以我们现在的 看到这个桌子就是 我知道是原曲所显现像 我们又一般世间又认为 就看到这个就是桌子 所以从显现到认识他是桌子 就是缘起法 这要知道我们缘起法的部分来讲 就是 所以这个时候知道说 原来我们这个 所认识的这个桌子 并不是设法的实相 所以讲到 所以知道说 原来这个桌子本 没有他的实体 是从因缘和合而来的 所以叫 知道 即所知本来都无 如是悟达同一时处 所以悟 是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刻 就能够了解 依他的缘起 是同一时刻 悟达同一时刻 依他原生 像本来具足 所以他是 就是 就像我们的见像二分 我们现在的 比如说我看到 我看到你 我掩饰就是 会起功能 我有认识的功能 就是讲到谁的 原生 因他原生 像本来具足 所以每一个众生 都会有这个 我们所说的 种子的功能 他就会写现象 比如说桌子 他本身的功能 就是可以让人家用 而是他的一个 原生的一个功能性 如是缘起 是水处即火 水处即火 火处即水 这个要怎么 我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讲到水处即火 先把念下去 火处即水等故 一切同一时处缘起 如是于一法观察 有无 有 无 还有一有一无 非有非无 同一处写现 有无心缘入觉 而本来凌蓝 这个是讲到谁的 誤起是去 是去法性 故于是去皆是 这个是水处即火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的水处 因为我应该有曾经说过 比如说我们水 我们会生水象 水象本身来讲是湿象 湿象的部分来讲是他缘和 有因有缘才会有水的湿象 如果离开这因缘和合的这个湿象 他就会 就是 因为水处即火 就讲到谁的 你能够误打这个缘起法 因为他就是 有因合合就有水的湿象 水的湿象没有 没有那个因缘 没有那个因缘和合 就离开这个湿象 离开湿象他可能就是有火象 所以讲到谁的 因为他是缘和 因为你没有湿象这个时候 可能就是当下就会有我们所说的温暖象 因为湿象的相反是我们所说的暖象 是同一时是缘和的 缘和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个是讲到谁的 一切同一时处缘起 因缘和合就有湿象 湿象的这个当你这个湿象的这个因缘丧失了 它可能就展现其他的 比如说佛像 比如说佛像 就我们所说的 湿象还有滴水佛风这部分来讲 就是它是缘和起 如是 以一法观才有无 所以讲到你在这个地 比如说桌子 我们在桌子的部分来讲 因缘线的这个桌子是 我们所说的一个桌子是设法 它是所谓的地大 坚固性 所谓有 你这个时候 我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 它这个时候没有风向 它没有动摇嘛 所以它所谓无 所以棺材有无 所以知道说 因缘和合有地大的坚固性 那时候知道说 这个时候它没有动摇 所以它没有风向 不过是没有 它没有 所以它是桌子 它没有软 就是它没有 我们所说的缘不合没有软向 也有 所以讲到是一有一无 一有一无的部分来讲 就是说 你讲这个四个就在议法里面 你可以说它有 你可以说它没有什么 不是说一有一无的部分来讲 是这样子显现 比如说这 它有的部分 那个一有一无 非有非无 同一处写线 所以这个时候 有无心 心原入觉 所以你这个时候 这个一有一无 如果是 以云来讲 有时候它写线 有时候它不写线 就是有时候是 就是讲到在一法 在观察的这个时候 有无比较好讲 一有一无的部分来讲 是有时候它有在 有时候它不在 非有非无的部分来讲 就是一法的部分 我只能在那个 我们所说的 对于 我们所说的在一个东西 说它有时候 说它存在 说这个桌子 说它真实有 不对 因为它会生灭 说它完全没有 它又会 我们所说的 有时候至少 有我们所说的 因缘有 所以讲到非有非无 在同一地方 都可以观察四种 所以说佛 它四句都能够讲 我们有时候有无 真的有时候很难讲 只能说有跟无 比较好讲 所以你能够观察 这个四句 在同一个地方 就可以说是四句 所以这个时候 本来林兰 本来林兰的部分来讲 就是 你如实地知道 依它起的实相 因为林兰是讲到 这个所谓的 这个实相的部分 就是依它起的实相 这个时候 你这个时候 如果说 依照友情的部分来讲 你如实地了解 为什么有依它的这个 为什么我们这个 是抱持是这样子 这个从这样子 我们也能够了解 这个所谓的 我们本有这颗佛性的实相 就是叫悟情诗句 诗句法性 法性的部分来讲 是讲到谁呢 能够达到 这样看就能够知道 我们是这个 这个法的实相 实性 那性是讲实相 只要诗句都可以表达 说尽 说禁我法空 这是讲到谁 悟是群是聚 禁我法 这是讲到 禁我法是 言心外实境 如说为是 事外禁无 这要知道 我们为是绝对是 遮除外禁实有 为是佛学最小 就是讲到 呃 为是无尽 为是无尽的禁来讲 就是讲到 我们一般世间人 所承认的客观 客观 客观 客观禁 我们所说的 客观的七十间化 在我们为是 刚才所解释的 我们不承认这个部分 好 就是讲到 为是 事外禁无 所以我们所认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七十间 最主要的 在为是佛学的七十间 是我们来到 比如说我们 依照我们这么讲 我们 因为七十间是 第八世所缘 我们的 我们现在 如何认识这个七十间 最主要是 我们在为是佛学的解释就是 你这个一首果报 你来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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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到哪一个 第一个你到哪一个 你的父母亲 因为吃水 七十间是相对 就是讲到 你是到哪一个 你的父母亲是什么 你的家庭是什么 你的村庄是什么 你到哪一个村庄 你到哪一个 社 我们所说的 学校 社会 国家 就是你的七十间 所以我们 是不是讲到 我们的七十间 如果说 我们人间的七十间 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是个地球 是我们 跟我们有关的七十间 如果说这个 为是 是外境 无 就是 这个外境 是讲到说 离开我们心事 所说的客观的 这个外境 我们为是是不承认的 因为所有的外 我们现在所显现的 跟你有关的这些的七十间 都是我 跟我们自己有关 为什么我们会来到 到这边 来到佛陀教育 这个地方 都是过去的 因缘所显 所以讲到 我们所 所面临的这个七十间 都跟我们的心事有关系 所以不离开我们的心 所以 为是是外境无 所以我们讲 离开心事跟 离开心事 是所说的外境 我们是不承认的 禁我法是 言心外境 所以讲到 这个禁是我们 我们一直讲到 这个是内境 内向分境 而不说这是心外境 是即破法体恒有之 所以我们就说的 我们一般认为的 世间恒有 世间恒有 后面我们都会也会提到 世间常住的这概念 我们不承认 所以破法体恒有之 你讲到这个世间恒有的 这个部分 我们是不承认的 不采取的 所以说心真俗 就是讲到所谓的 心所辨境 心所辨境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所说的 心所辨境如 如说这个为世俱性 所谓的 那个 世性世相 这个在他解释就是所说的 我们所一切为世的意思 因为真俗本身来讲是我们由心所辨 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真俗 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真俗 完全是刚才所说的 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真俗 完全是刚才所说的 这个 我们的希望分别诠释出来的 我们的希望分别诠释出来的 圆圈 圆圈 就是讲到一切为世 一切为世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 为什么把 我们所认识的一切法 都是 纳到世 法射到世 是 这个 为世最早是讲到 我们就是 为什么讲为 为世 这个世为主顾 在我们陈威士论里有介绍 这个世是 整个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 有在 唯世佛学讲到这个心王 心所 还有色法 还有心不相依行 还有无違法 都离不开心 有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些 一切法都离不开心 心以心王为主 你没有心王 不可能有心所 所以他讲 所以他讲 事为主顾 因为事最为显胜 因为为这意思就是显胜的意思 而决定 而决定是 事体有 事体有 因为有心王 绝对会带出心所 有心所 会我们看到境界 就会带出色法 而带出色法的部分来讲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 有心 有能 有境界 然后有 就带出空间 时间 心不相依行 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这样子认识之后 我们真实的就要知道 我们追求的目标 无为法 所以为什么讲到 我们刚才这边所说的 第一个我们对这个境界 一定要认清 我们现在所 你所圆到的七世间 不离开你的 你的 我们心的造作 我们过去 造作善业 你才会来这边听闻佛法 才会有好的环境 来让我们修学 不离开我们 我们过去的 深口意的造作 这要知道的是 我们为什么七世间 跟我们自己有关系 你 你生长在不好的环境 不是 不是你父母亲给你的 是你自己 自己制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维世佛学 一直要肯认的 所有的苦果 是你自己自导自演的 所以怪不了别人 所以要知道 维世佛学就是 一直要告诉你说 从因缘的法词来讲 你要认清楚 过去的苦果 你现在有苦果 就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 不要怨天尤人 这是我们一直在 不管是维世佛学 阿罕 都是这么讲 所以讲到 你这个是讲破法体 横有之 所以说真俗等 是心所变现的 你认识的真真俗 都是心所变现的 所以这个时候 世性 世性就是讲违法 因为 唯世的实性就是讲到违法 世相就是讲到这些的 整个人来讲就是讲到 谁的心王心所设法 就是讲唯世相 不离开心 世元其友 所以讲到谁的 元其友是讲到 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真 现在还是在元前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叫元前 元其友 世即破一切 波无止 你如实的这样子认知之后 你就知道 我们的二定 二定 这个二定是友 所以破这个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 就是破 般若的空教 到后期会落入到顽空 你如不如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真正的了解 佛说空教的这个道理 你就会到最后就一切把控 又没有好好的去了解佛说的空教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落入什么都没有 所以落入无 我们所说的 无的部分来讲 落入空无的部分来讲是 是邪见 因为到最后就是无因无果 就是讲到波无止 说为是三性 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个 为是三性 为什么佛在波日经 在那个解释秘经里面 所以一定要讲到为是三性 所以是一言教破 一言教是讲到谁的为是三性 因为为是佛学最主要的 宗旨就是 把为是三性的道理 把它介绍出来 所以一言教 就是为是三性的这个言教 能够破有破空 如果破有之破空之 而亦有空晚然俱备 有空的部分来讲 有的部分来讲 亦属有 空的部分来讲就知道 遍其所实是空 如实之有如实之空 所以晚然俱备 所以这个是物情世句 所以对这世句 都能够掌握 有 那我们第四个 中道教 中道教的话也是讲到 诸篇见者 初文有 那个 诸篇见者就是讲对佛说 阿涵教理 不了解 所以这个是 他听到阿涵说这个元祈法 世圣地 他认为说有一个法梯友 所以便及快心 便及快心就是他 他听到世圣地友 他是听到 就是他听到这个 有关于法梯友 如果说人家讲到波勒空教 他就非常厌恶 所以他是讲以空起棒 比如说 我们在佛教的历史来讲 空有之正 我们圣文圣者有时候有一些就棒大神非佛说 他就讲空有之正 所以讲以空起棒 就是对于波勒佛说空教 就会认为说 非佛说 取这个肥棒 后文收空 后文收空的部分来讲 是讲到说有一些 讲这个 听这个波勒空教的部分 亦富协议便棒亦友 所以如果说以大圣 他刚起初接触到波勒空教 对于阿涵说的这个有教 他认为是 他就诽谤说你是 那个小圣 就是说你是小圣 所以也是一种诽谤 所以便棒亦友 认为说 只有空才是真 是佛所说的 才是真实义 认为佛 佛说的阿涵是非了义 这都是变成诽谤 对于佛所说的阿涵的系列 就是变成诽谤 那我们这部分来讲就是在 为了要解决这两个过失 所以我们才会讲到 为世佛教是非空非有教 非空非有教 就是非一定要知道 他是离职的意识 离空边的职 连有边的职 并不是戏论 并不是戏论 好 因为找到 因为我们的戏 这个戏论的部分 这两个很难 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所有的言 已持 我没有知道这个浴池 我没有知道这个浴池 整个搜射只有四句 整个搜射只有四句 一个是四句 一个是非句 另外是意识 意非 另外是非识 非 非非 整个文句不外 离不开这四句 大家有没有意见的 这是离不开四句 所以我们现在讲 中道的语池的表示 到底要 中道的 我们的中道的语池 一定是语池吧 到底要法 是要用哪一种语池来表示 用四句嘛 四句很容易落入到直取 有 只有 非句嘛 落入到直空 它会有这种过失 所以不得不 不得不 这个一是一非就认为说 一个 为什么不采用意识一非 意识一非 意识一非 会被人家认为是相为棒 中道教怎么说 有时候说是 有时候说不是 会认为会相为棒 你在言说 一个人说话 一下说有 一下说没有 这个人是不是有连这个 是相为棒 所以他不得已才会用非 第四句 勉强的在属于第四句 我们的第四句 因为一般的戏论来讲 就是认为说 他一定 在我们是讲到 非有非无 非有非无 非有非无的部分来讲是 我们要知道 它属于戏论就是 看到这个人说 说是 你就说他不是 看到这个人说不是 你就说他是 这种就是戏论 我们的 我们为什么不是戏论 因为我们 我们这样子的遮 我们是遮有边跟无边 遮两边 不要 不要到两边的过失 所以我们不是戏论 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 谁的 现在张 张这个谁的 非空非有 中道教 就离开这个空有的两边 所以是第三十教 所以我们讲到 诸偏见者 就是讲到 就是讲到第一十教的过失 还有第二十教的过失 所以要离开这两个过失 那我们把念一下好了 先举偏见者 文说有者 是快心为初 所以这个时候他 人家说 比如说说 有些直取声闻胜者 所以他 说到声闻胜者 他就非常高兴 说到波若空的时候 他就不喜欢听 就是讲到谁的 文说及快心为后 世子初后及法耳相 文有快心都无智 而是讲到 大家要记住 文有快心是 没有智慧 文坤快心是协智 因为 一定要讲到 波若空教 才是最究竟的法义 这个 就会属于 不正 不正治 就作为邪智 所以讲到谁的 故有为初 空为赤 就是讲到 为什么我们所说的佛 先要说有教 然后后面说空教 先言非空非有者 就是讲到谁的 第三十教 那非空非有教的 主要的经典 就是华言经 跟解圣秘经 雖非前后见赐法耳道理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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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反念一下 因为是讲到谁的 我们这第三十教 到底是见赐物路还是 我们在修学者有两种的方式 领悟的方式 第一个是见赐的理解 第二个是顿悟性的马上理解 所以他到底 雖非前后见赐法耳道理立固 即顿意识说非空非有教 所以顿意识就是说 你能够如实的了解第三十教 本身来讲就是马上 顿就是我们所马上理解 就离开这个空有之 或是说 那个 法耳道理就是你能够马上 如果理解解释秘经的非空非有中道教 你就能够马上离开空 空之跟有之 所以雖非前后赐地 就是说 依照来讲就是说 我们的三十教本身来讲 如果要三十教的部分来讲就是前后赐地 先了解 深文圣的经典 离开有之 离开有之 其实三十教是属于前后赐地 可是如果说是以我们第三十教本身来讲 这个非空非有中道教本身来讲 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法教的部分来讲 叫做顿意识 马上知道就是离开这个空边跟有边 赐破出有之 赐空之不居前后赐地 晚然照破出有赐空 所以你能够了解解释秘经的第三十教 马上就离开我们所说的空 空边赐跟有边赐 所以说 因为在说法上来讲是有这个赐地 所以不居前后赐地 晚然照破出有赐空 所以首先说的这个中道教是明月第三十 他的取历就是譬如印文 读时虽前后 印子同时 破词虽前后 误入与破词同一时处 误入与破词同一时处 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就是讲维世三性 你能够破词 你能够误入这个所谓的原诚实 误入与他起 你就能够知道 遍其所实我像和法像没有 同一个地方就可以进行这个维世三性 所以破词虽前后的部分来讲是讲到谁的 我们在说法上来讲是先破有赐跟后破空赐 在说法上就是这么说 所以破词虽前后 但是讲到谁的 误入这个破词是在同一个 在同时 他例子就是明来暗雀 诗为金师 金家师传 所谓金家师传 金家是我们的父法家 韦式佛学的父法的 诠释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法脉 这个所谓的印文读识就是我们在看经典的时候 一个字一个字看 印子的时候 印子就是说我们现在 我们所说的印就是 这个印 印是讲圣洁的这个时候 你圣洁法意的这个时候是 读的时候是一行一行一读 一个字一个读 你在圣洁法意 我们所说的这个 印可意识的时候 印可道理的时候是 整个了解 叫印子同时 这个印是讲圣洁的这个时候 印可法理的这个时候 是 是同时了解 不是像读 读书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前后脉络 我们在了解意思的时候是 马上理解 那我们后面是讲到明顿 顿见无别定教 那后面就是讲到 约理极机见路道 大有小起 哪有这个三十 三十教的这个前后之地 我们的这个三十教 这个三十教是有 依他的行文来讲 在解释秘经的这个行文来讲 就是我们看到有前后的时间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先后 好 这种表达方式 一定要知道是 就是约理 还有我们的说法的对象 才会有这个三十教 如果是依照我们所的根基很好的菩萨 他不需要三十教 要知道这个是 约理就是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谁的 第一次端为什么要讲缘起 为什么要讲四圣地 为什么要讲五蕴 为了就是我们要遮除这个我之 是约理 才会有三十教 约基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佛说法的对象 这个基是我们所说的修学者的根基的部分 才会有三十教 所以叫大有小起 大有小起就是 我们所说的 那个 大是讲到这个 领悟比较好的 或是我们所说的大圣 因为 第一时刻是阿涵 是为神文圣 是为小圣 从小圣一直转到波勒圣 然后讲到大圣 才会有这个三十教 三十教的前后的赤地 如果是依顿悟的修学者 顿悟菩萨 我们不要讲 因为顿悟菩萨是讲到 如果依顿悟根基很好很利的修学者 他就不需要这个三十 是解身密经 说为世事也 所以 明顿见无别定教 那是讲到谁的 第一个是讲 始终说明三 约见机明三十 所以讲到如果是约 我们所说的 我们的根器比较 比较普通的 根器比较不好的 所以一定要采用三十教 约顿机的部分 约顿机明三十 约顿机的部分 是无别定教 我们先讲第一个 就是说你不能说这个 这个时刻是约顿教 因为前面的我们说 在古说的部分来讲 这最早是批判前面的说法 那某一个时刻是 决定是顿教 某一个时刻决定是见教 最早是对这边的批判 所以定无别定定教 约理及机 是至下初约见机 说为三十教 约机自可知 约机比较 机是我们所说的佛修法的对象 所以比较可以了解 约理的部分来讲 约理就刚才所说的 佛为什么在阿含说有教 在波罗说空教 所以所权的道理 还有所正的理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 我们所说的 说法的前后 因为说法的 时间的前后 所谓立三十教 是所正理者 玄战的部分 玄战是 玄战是 玄战法师对法华君 玄战法师依照世君菩萨的法华君所做的诠释 叫做法华贤战 里面 里面有这样子解释 其一词礼无三十教 一词 如果说 我们所正的这个礼 没有三十教 教应积说三 一词礼 一词礼 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这边最主要是讲的 非空非有中道教 非空非有中道教 是讲到那个 一十圣 我们所说的一圣的这个法教 如果依这个礼 十项礼的部分来讲 没有所谓的三十教 教应积说三 整个我们所说的 为什么现在所说的三十教 最主要是因我们的说法的对象 就积说三圣法 破三破一 礼不相为 如果一礼的部分来讲 一这个一词圣礼的话 就是讲礼 完全是讲中道十项的这个十礼 绝对是没有所谓的三十教 我们就是讲到 所以如果说有三十教 比较属于应激的部分 说一说三 说一说三的部分来讲 好 所以要讲到谁的 那个 说三圣应该没有问题 佛对阿涵的部分来讲 说生魂圣 另外是讲到谁的圆绝 还有大圣 说一十圣的部分来讲 所以说一说三 好 礼不相为 礼不相为就是讲到谁的 那个 那个 就基的部分 不是我们看一下一眼怎么说 这边完全要讲到谁的 一个 一个 一代教法 也不能说 这个叫阿涵的系列完全是讲顿根 说这个谁的 那个般若的部分来讲就是属于利根 不是我所谓所谓的顿根 不是建根 这种就是讲到事无别定教 就是你不能说这个 这个教法绝对是顿教 这个教法绝对是建教 就像我们这个 我们最后一起 再我们大家请看一下 请看那个隐式流杂六五十教 他把这个 唯摩师一大平 就把一些的教完全就是 比如说他讲的这个谁的 那个 提味经 所以人天教 比如说以阿涵的系列 阿涵的系列如果以菩萨来看 就是大圣教 所以我们讲你不能说阿涵绝对是 根据不好的人所看的 建教 所以我们讲到 岳居说三圣 那你不能说这个阿涵绝对是正教 那个是讲 一眼里面也讲 巨十里无三十 巨十里是依照花花的部分 因为佛一代教法 佛这么说 吸收者 听法者 如果是身文圣的 我们现在来讲比如说这个桌子 如果是画家来看这个桌子 他就会觉得这个桌子很漂亮 他有桌子 画家的诠释 如果是我们所说的小朋友看 他小朋友的诠释 对他的理解 如果是科学家来看 他可能就是把他变成这个 这个长 长几公分 宽几公分 然后这个是他的 他的结构是什么 所以讲如果说 因为对象来讲 全是都不一样 如果说依这个实理的部分来讲 佛说一代教法来讲 佛说法来讲 他本来就是讲到谁的 真正的是佛的说法的部分来讲 他本身就是实相的教理 讲具实理来讲无三十 有三十是我们众生修学者的这个立场来说三十 所以约正有浅身 约理固分三十 正有浅身就是我们讲的佛说 佛说法 理解好的部分来讲 他就正就是非常深入 是正有浅身 所以这个时候理分三十 为正有浅身及基浅身 这是法华经的说法 因为讲到谁的 比如说法华经的立场 他用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说明就是讲到一条河 如果大象去渡河的话 大象就觉得很浅 如果是兔子去渡河的话 兔子就觉得很深 如果是我们所说的路去渡河的话 他就会觉得是 应该是中间 所以约基来讲有三十 这样子基所正的离也有三十 也有三种浅身 正治才会有浅身 正离一位无别 而见基所正离 以顿基所正离一位相顾 所以讲到 就是我们所说的 修学者如果是见赐误入的 所正的离 跟根基很好的利根的所正的离 绝对是一样的 因为深文圣所正的无一涅槃 跟原觉圣所正的无一涅槃是一样的 另外是说佛所正的真如跟 以真如的体来讲 还有这个谁的 身文圣所正的真如的体 原觉圣所正的真如体是一样的 可是 可是对真如的 所发挥的作用 三圣是不一样的 这边最主要是斥责前面的说法 他后面也会讲出来 所以讲若非见赐而入道者 大不由小起 若非见赐就是讲到邓悟 所以利根的人他不需要 赐地的修学 所以大不由小起 大是讲根基比较好的 大不上 他绝对不是从深文 就是讲到这个时候 根基很好的时候 他就不需要一个一个阶段 依照三十的这样子的修学的阶段 他马上听到深文圣 他就能够误入 这个所谓的 这个一圣的教法 有没有反驳的 因为 伊利根者听到佛说的深文圣 他的理解是大圣 不是深文圣 不是深文理 是讲到 非见赐而入道者 大不由小起 即无三十教 所以无三十的前后赐地 其 曰其多分 其初成道 就是想 如果说你要这样讲 就是 都在《华严经》里面就有这个 因为《华严经》的佛说法的对象是 他们的根基 是非常根基好的大不上 所以他唯心就能够知道法教 所以周围我们所说的一切 我们的万法为是 一切为心 都分见 顿见无别教门 谁一会中所应异故 故知华严一批顿悟 华严亦有见悟人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华严经》里不能说完全判断 判别 一定要判别他绝对是顿教 因为他后面也有批顿教的 见教的 见悟人 所以你不能判华严 绝对是顿教 你不能判阿罕绝对是见教 所以他是讲到 随一会中所应异者 所以《华严经》里面 他前期是顿悟的比较多 后期 后面的 他有后面也讲 后面有批顺文圣者 所以随一会中所应异者 就是一会之中 有一些有因有缘就会来听法 有因有缘 会来听法 可是有些人还是有些 像在《华严经》里面 摄利佛有来听 可是他也听不懂 又讲如芒 如雅 他也听不懂 所以他是讲到谁的 明顿见无别教定 是金家所判 就是我们这边最小的是 你不能把任何的经典 一定要设它绝对是见教 绝对是顿教 所以你要看我们所说的修学的对象 我们是第二个 越见机明三十 越顿机明三十 如果是一顿机的部分来讲 是没有三十 是非见刺其顿机也 无三十诸教 所以减比见机三十有空中道 中道教的说法的赤地 金云无诸教赤地 所以约顿机来讲是没有 没有这些的三十的 没有三十的说法 有空直 所以讲 根基很好的马上就离开这两个 有空直 马上就是那个悟 所以依它缘成 是有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谁的 般若的空教 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解释秘经的部分来讲 如果是根基不好的话来讲 就开始三十教 如果是根基很好的时候 马上就能够知道 非空非有中道教 所以吴前后 三十 顿的名为第三十 其实我们所说的解释秘经 你也可以讲为了剑刺的修学者 也可以说为了利根的修学者 那第六个是古今绝序 古今对序 就是讲到 我们 我们在这个谁的 大家请看一下 所谓的古就是 我们在 那个第五页 实力差别里面有讲 初续 最后一段 初续古说 后续经文 这两个来对照 所以它依绝爱定为一时无见次 是由微 为什么我们不采纳 菩提流知的说法 是一时教 是违背解释秘经的三十教 如果依流渣立定有五 这个五十 五十教的前后次第 就 一方面来讲 五十教是没有 没有经典的依据 所以我们是讲到谁的 而且也违背了解释秘经的三十教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采纳他们的说法 所以初续一时教 我们不采纳 后面也是讲五十教 我们也不采纳 所以我们现在采纳的就是讲到谁的 金 金家就是讲到维世佛学的这个 这个 这个脉络 顿见 对于顿见的说法 而跟前面说法不一样 这我们大家应该可以了解 这我们大家应该可以了解 所以非建制者其顿基眼 如三十 出教 这是 那个 我们就是大约的来介绍这个部分 那第三个 那第三个是讲到 基众生 基气即理可有顿见之教 这我们前面也解释了 我们众生的 基气是我们 众生基气是讲我们修学的 我们修学者的根 根气 还有所证的这个理 是有顿见之教 然不同一谷说 若不一基理定判一经 所以你不一基众生的修学的根气 也不一众生根气所证的理 来判这个 来判这个教到底是什么 你一定要说这个教是 顿教或见教 这个这样子是非常草率的意思 所以顿见不成 可是我们要讲到 我们 好 是举精加顿见的说法 跟前面的说法不同 那我们法念一下就好了 若有一基 初悟升空后悟法空 教批 以比名为见教 所以要知道说 若有一基就是有一种 有一个修学者 就一基 他在初学开始体悟升空的教理 后期是听了这个波勒的空教 理解这个法空 教比一比就是 这样 不管是初始教跟第二始教 能够他都能够这个所谓的 引导他 这个人修学者说的就是 这个教 这个教 我们所说的这个 第一个初始教跟第二 后是悟法空 悟法空是第二始教 这种修学的教法 这种修学的教法 来讲是属于见教 若有一基 顿悟二空 一基就是有一个修学者 立根的 他马上就知道这个 所谓的不知取有有之 不知取空之 这个叫做顿悟二空 这种的教法 如果是 引导这位修学者 这个教法是为顿教 十一准事 要望这个基礼方明为顿见 所以我们是讲到谁的 第四个是正简定判 定判望说 正简就是讲到我们这个部分 正确的来简别 如何认识顿教跟见教 你就不会轻易说 这个教 怀言性一定是顿教 阿含绝对是见教 所以破例一时 破例五时 这一时真简 一时真简的部分来讲 我们要确定的是三十教 所以简直 所为一时是为简教 所为五时是真教 这个我们都不采纳 为什么不采纳 因为它不是约理约基来说的 那第五个 那个 这个是我把它念过去说明 这个诗应该是最后了 古今对戏绝词 中有五 遮难民一教批 批几通 顿见 此即士尘一教批 批几得为顿见 这个他采纳那个 为世佛学 那个 为世唯我 与凡一 凡一不开眼 非则不定其定性 此一正果 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 应该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句诵来讲 是在解释秘经里面 解释秘经里面 所以陈为世论把它引用 所以 直接就采纳为世佛学 陈为世论里面的句子 唯一凡言不开言 这个是讲到 凡夫是我们一生 我们世间众生 一的部分来讲是我们所谓的二生 我们后面都也讲到这个部分 不开眼 所谓不开眼就是 没有直接说这个所谓的中道教 不开眼这个 不开眼什么是唯是佛学的法教 那个 非则 这句话来讲是对于 世间人 因为世间人非常直取世间的语欲 所以佛不开眼为世的法教 对于这个 二圣的 二圣因为非常直取解脱涅槃 所以他没有开眼为世的佛学的法教 所以这种 所以佛说法的对象 不是 就是讲到 他不是非则不定即定性 故 所以他的 他说法对象 不是则除这个不定性 不定性是我们所说的 回想象大的修学者 定性是生文 定性是定性的菩萨社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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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是佛学的开眼 一定 里面里面有讲 就是唯是佛学的说法对象 里面有 回想象大的不定性的 这个 总性 另外是定性的菩萨 此一正果 此一正果 此一正果的部分来讲 是讲到所谓的 正果是正 大圣的这个所谓的二果 我们世间人不可能正果吧 二圣也不可能正大圣的这个 所谓的大菩提果跟大涅槃果 只有不定性跟 不定性的生文 还有定性的菩萨才能够正果 所以我们是讲到谁的 一本叫 佛说的这个 不是华言 你到底要不要 你要把判断 他到底 这个是讲到谁的 这个哲就是一叫被批击 一叫批击是讲到谁的 佛说阿涵 你不是说佛说阿涵只是讲到谁的 他在印度说阿涵 如果有因有缘的菩萨 他也可以来听文 为什么菩萨不来听文 因为菩萨 因为讲到谁的 因为菩萨来讲 因为实地的菩萨 他应该不需要再听生文圣法了吧 你想有因有缘 大圣菩萨可以来听 你不能说阿涵的希子只能是生文圣来听 只是说 比如说我们讲到小学的课程 你也可以去参观吧 你不能说你不能 我绝对不能去 这个小学的课程 只能小学生才能听 所以讲到谁的 一叫批击通顿见 有因有缘就来听 你不能说就这个修学者才可以来 有些修学者绝对不能来 所以四层一叫 这个一叫他的批击 绝对是有利根者跟顿根者 华音经里面也有 华音经大部分是高地的菩萨在听法 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这个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顿根的修学者 因为华音经的最后的法会 有提到 色力佛有在场 所以一叫批击 有因有缘就 你有因有缘就可以听 没因没缘就听不到 所以一叫批击得为顿见 所以你不能说 这个叫绝对是顿教 不是绝对是见教 所以遮难民一叫批击 通通这个谁的 遮难就是难前面的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谁的 前面这个部分 所以遮难 然后我们明白的 去就是能够 详细的说明 一叫批击通顿见 难于若 若于一会 一会见 一会叫通顿见者 何故 生命为世说 阿陀那是 圣生性 我于怀疑不开眼 就是讲到这个 这个是讲到维世佛学 对于这个寄颂 佛不开眼 我们世间的众生跟二圣 变成说维世佛学之说法对象 只有 就有他特定的对象 所以他对这个寄颂来再加以解释 那个通云 此为章说阿陀那是正所批击 阿陀那是我们所说的维世佛像 因为维世佛教最主要是讲 我们维世佛教最主要的 讲什么 最主要的立阿 第八世有 阿陀那是这样 阿赖也是有 因为维世佛教最主要的是 把这个第八世 介绍出来 因为阿罕六世都有嘛 另外波勒基也六世都有 不说七八二世 只有维世佛学讲的是 就是有第八世绝对有第七世 所以说第八世就带出第七世 所以讲到阿陀那是正所批击 所以阿陀那是正所批击的 他所批的对象 是定性的顿悟者跟不定性的修学对象 为对机 凡于旁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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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这个为 那个 因为维世佛学最主要的 说法的对象最主要是这两个 定性的动物 定性的动物是 动物菩萨的部分来讲 就是立根的菩萨 不定性是 不定性的声闻 就是讲 回小向大的这个声闻众 是他说法的对象 凡于旁所批击 比如说有音有缘 我们的 世间人要听 比如说我们现在 如果来听威士佛学 你难道不怀疑他吗 还是让他听嘛 对不对 因为有音有缘就可以听得到 好就是凡于是旁所批 他不是正批 就是不是就是说 真正的 维世佛学说法的对象 所要引导的对 佛说维世佛学所要引导的对象 最主要是这个 我们说是定性动物 跟不定性的 修学 修学者 你二圣要来听也可以 但是讲二圣比较 因为二圣他非常直取 解脱涅槃 在《法徽经》里面也有讲到 顺利佛也有讲到 他听闻佛说的解脱法 然后他就还是找一个非常 荒郊野外 非常寂静的地方 非常专一精进的在修学 所以他根本没有没有机会听闻 大圣的佛这个法意 佛不是不 我们说法 我们释迦弥佛 在说维世佛学不是偏好于那两位 其实他都说 他都可以 所以有因有缘他就可以 就是来讲 你有有因有缘听得到维世佛学 佛也说 只是我们世间人不爱听 我们二圣也不爱听 好 这个是讲到非简直义 是显圣义 显圣就是我们世间人不爱听 身闻圣直取 乌语念法 所以他也不爱听 所以佛才对这两位就是比较不开眼 为什么不开眼 因为世间人一听到维世佛学 有时候都会诽谤 二圣听到维世佛学 有时候也会诽谤 所以佛为什么不开眼 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这个是大家能够认清 就是最后 为什么我们要建立 要采取三十教 而且在三十教里面 不能判定阿罕绝对是建教 华颜绝对是顿教 你要看所引导的对象 就这个为整个重点 那我们今天就报告到这边 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大家阿弥陀佛 请翻开我们的课本 应该是在第十页 第十页我们还是 就是我们还是 我们这一个阶段 最早是讲到 我们所说的 第二个实力差别 实力差别的部分 实力 这是讲到谁的 对于我们佛说法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所说的 那个仁义有别的部分 教义有书的部分 那我们这个部分 最小的是实力的部分 是我们在前堂课都有介绍 这最小的是我们接受教法的这些的修学者 对法义的这个所谓的接收 有没有领纳的部分 就是有没有利益 这个领纳者接收这个法义 理解法义有不同 就是实力有书 那么我们这边的部分来讲 最主要是要建立的是 依照解身秘经所欲的三十 三十教 那我们这个三十教最主要是 我们 我们中国 这个对于这个佛说 一切我们一代 一代教舞 是叫美佛 他所流传下来的这个法宝 到底有什么 所以我们很多的大师 主师大德 都是有建立佛到底说了什么 所以这个叫做 在我们中国非常流行的这个 叛教 那我们的叛教本身来讲 在维斯佛学就是 依照解身秘经所建立的三十教 那为什么要立三十教 我们这个是讲到谁的 在那个就是 由于先讨说明了这个谁的 古说的一些 所立的这个叛教 有些不采用的 我们在古说那边都有提到 并不是每一种都说法 就是比较不适合的 我们才提出来 那后面的是讲到后续经文 后续经文的部分 是在我们的 那个 在第九页 第九页的部分来讲 是经文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依照 最假如为什么我们要立这个三十教 就是有经 解释密经 有论 一切师弟论 这些的谁的依据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 采用这个三十教 那我们现在的部分来讲 最假如是 为什么 就是在第十页的夜市教的部分 因为树经文的部分来讲 就是经树经文后月市教 在第九页的第一页 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到月市教者 月市教的部分来讲 就是首先先标这个三十教 第一十教就是阿罕经典的部分 初十教 初十教本身来讲就是 就是说无运法友 最假如是成立所谓的世圣地 成立了这个所谓的元祈法 比较属于成立法 我们所说的这些教法 所以初十教 第二十教是说空经 空经的部分 基本是比较所谓一切法空 一切法 诸法无自信的这个部分 就是讲说这个隐秘说 就是非详尽 非了异的 在言词上表达 不是那么一样的详尽 详细 所以总说诸法无自信 就是隐秘言 就是讲到谁的 《众元所生法》 是其无自信 就是讲到ики中论的 依死尚门论 神门论也是 隆士菩萨也是这么一样的诠释 是非空非由 他也是属于中导教 只是属于所谓一 唯饰佛学的说法就是 唯饰善无信 总说无自信 那我们另外的第三十教是讲到谁的 采用解释秘经的这个三十教 这三十教就非常的详细的来说 是为什么佛在第二十教说三无性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是讲三无性 非空非有中道教 那就是这个在第三十教的这个说法本身来讲 就是你要知道三无性本身来讲就是三自性 为是三性 这是讲到谁的 用非常在文字上就解说得很完整 那我们后面的是讲到 为什么我们要承认 我们要采用这个解释秘经的三十教 就是后面的在由诸一生起至无始 弥直由我这个部分 不了我五成莫爱和 就是讲到谁的 为什么就是讲为什么佛先说第一十教会 说为这个谁的 为什么要立元祈法 为什么要立四圣地 为什么要立五运 都是因为由五运由元祈来这样的缘和 来说明这个 异教学派所认为的这个 所谓的长衣不变的这个我 这个他们外道所立的有一个 离开五运的那个我 离运我的这个 我们是不采纳的 我们就是要破这个异教学派所立的这个 这个我 这是讲到谁的一生 无始以来就是认为有一个我 有一个离开五运的那个我 所以因为那个执迷有一个我 所以让众生流落在三界里面 沉默爱和轮回失海 所以佛采用这个说是圣地 知道这个苦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为什么佛要说元祈法 最主要我们由因缘来讲 元祈法本身来讲最主要是众元所生 不是自身 所谓自身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烦恼 不是自己我们 我们所说的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 你要离开这些的这样子的因生起来 那元生的部分来讲 我们要承认我们佛教 维世佛学不离开元生 不要说这是我们基本主张 第一个我必须要讲到元生 元祈 我们为什么要承认一切的结果 都是我们因缘而生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烦恼绝对不是烦恼自动会起来 叫自身 这是烦恼自己不会自己起来 我们的烦恼新手这个烦恼 我们有不是有二十谁烦恼 根本烦恼 六个根本烦恼或是十个根本烦恼 加上二十一个谁烦恼 不是他自己起来 如果自己会起来的话 那我们不用修学了 因为再怎么修学都断不了 就是他不是自身 另外不是他身 他身是讲到谁的 我们的烦恼绝对不是这个谁的唱识 上帝给我们的 不是天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所说有一个主宰者给我们的 不是他身 其实我们要知道 我们现在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我们一般人来讲说 我们这个生命是 有一些言论来讲就是 他认为我们这一条命是由父母给我们的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的这条生命是我们自己因缘生 我们自己所造的过去的夜阴加上现缘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不是我们父母因给我们 如果父母的因给我们变成他身 不是就是讲到这个他身的部分来讲 就是别人给我们的 就是烦恼不是给 不是别人给我们的 烦恼不是 我们所说第一个是 自身他身共身 所以无因身 烦恼不会说莫名其妙而来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烦恼 烦恼怎么来的 就是我们第一个是无名的原因 不知道实相 因为不知道实相 所以我们造了这个三叶的因 我们生口意去造作了这个因 然后加上现缘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阶段的这一期生命 就是过去所造的这个生口意的三叶的因 造的又有布施 我们才会来人间 如果你没有布施的这个业 没有持戒的业 就是我们第一本上 我们会有人 还是有人间的福报 所以我们过去这个 这个生口意三叶 有造我们所说的善因 持戒布施 所以这个因来讲 加上这个所谓的父母和和的真上缘 这个时候你才会出生在某一个家庭 某一个社会 每一个乡村 每一个社会 每一个国家 哪一个国家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为什么我们整个来 整个佛教界来讲 就是要倡导谁的因缘圣 所以我们现在的部分来讲 你所有的烦恼不要说是人家给你的 因为不要说怨天尤人 因为怨天是怨的时候 这个怎么会上帝不好 这个天不公平 这些的言论都不正确的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时候 整个因缘生要承认 我们是因为无名 因为第一个就是无名的原因 无名没认识实相 认识不清 所以造业 因为你有造业才会有有之 因为所谓造业就是你爱取有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们因缘生最主要的是 维师佛学就是要告诉你们 我们在这个相分里面 把相分的境界 这个我跟法的境界认为实有 这个时候你因为认为实有 就是你听到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就认为说你骂我 你骂我太可恶了 然后就又把回馈过去 就骂过去 这个就是你造业 如果你在相分里面 就是你听到声音人家骂你的时候 这个相分的这个部分来讲 因为你一定是认知到人家骂你 骂你这个时候你就会讲到 这不是不真实的 所以你就不会再返回去 这个你就不照未来的 这个我们就没有爱跟取 那个就没有这个爱跟取 没有爱取就没有有 有就是未来的这个流转生死的 这个所谓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整个维斯佛学也是建立在因缘身 不要认为维斯佛学不照 因为因缘身是我们的整个 我们所说的一切世间的这个真谛就是因缘身 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个谁的烦恼不会自己起来 所以你也不要这个因为他不会自己起来 所以他也不会就是他也不是人家给你的 所以我们当下无名的原因 而有爱跟取 直取 我们不是贪爱就是称恨 这样直取而照夜 就是我们整个就是因缘身 所以你也不要怨天尤人 所以我们要遮 这个时候你的当下 这个时候你才会非常注重的 现在的因跟缘 因为才会很非常的把握认识 就是去认识 现阴跟现缘 现在这个时刻 把握现在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因缘的这个部分 在第一石教本身来讲就是讲缘起 由这个缘起才会整个来讲 缘起的这个 为什么缘起就是由无名 然后造作心 这样子过来 不是有一个那个我 所以不是上帝给你的烦恼 这个苦报 苦果不是上帝给你的 不是上天给你的 也不是上帝给你的 也不是某一个天神给你的 这是我们整个是第一石教 那我们的 所以说印之我空 所以要知道的时候不是 这个我最主要是因为在印度的环境里面 他就是在婆罗门教一直讲 整个饭大智在天 或是我们所说的他们所说的奥医书里面的 有一个婆罗门教认为有一个饭 我们所说的一个大饭 他创造一切 所有的苦乐都是由他制造的 给你的 所以你一定要供养他 你一定要 对这个饭天要非常的尊敬 所以为什么要在 印度这个环境就是 只有饭才是长衣不变的真理 那我们就是要突破 要认识 这不对的 这是讲到谁的 令之我空 唯有其法 这个法就是讲到谁的 原其法 唯有这个谁的 要认识因缘法 因缘的法则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石教的一个 法义 那后面的是讲到谁的 那个因为 吴比丘接受了这个法义之后 那有时候就是 知道缘其法 但是到最后 就是讲到正空之后 植诸法真实有 就是风从小 尤其他是执着这个涅槃 无意涅槃是有 所以他一直想要正涅槃 所以风存 风着小果 不求大位 所以他在才会 佛在第二石教 所以说空教 所以诸法是空 诸法是空的部分来讲 是讲法空 这是破除有之 这是讲到一切法空 本性皆无 这是讲到谁的 让我们这些身为圣人 能够回小向大 这是第二石教 就是破除这个对 所谓的 这个法 就是破除法制的部分 第三石教的部分来讲 是讲到谁的 因为 因为佛在第二石教说诸法空 如果说修学者不认识这种的教法 为了是破除有之 所以他又知一切法都无 都落入到谁的断灭界 一切空无 我们所说无所有 这样子的断灭 所以佛又在第三石教说 一切法非空非有 这是我们所说的 为什么 为什么要说建立三石教的这个原因 明立三石教的原因 那后面的是讲到谁的 为了要除这个 这个谁的断灭界的这个 这样子的执着 所以在第三石教才说 这个就是讲到说 就是为是三性 然后比较详尽的解说 为是三无性 就是我们在 我们也是讲到这个部分 那为了除 最小是除断灭界 顽空的这个邪界 所以他这是 佛为除此 互说为是三性等教 那我们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这个部分来讲 最小的是有 是把分为是 这个段落 第一个是 初就三性 是中道 就是讲到谁的 就是讲佛真正的 为什么说空的部分 最小的是空我跟法 因为众生之作的 这个我的石友 他有一切法的石友 所以才会讲到谁的 那个 才会讲为是三无性 所以后面的部分来讲 都这样子说 为是三无性就带到 你要认识什么 佛什么所为无 什么是所以有 所以骗迹所值是 所为无 没有他真实体 那依他 依他原生的部分是有 另外是讲到我们 原诚实的部分来讲 是有 所以讲到 如实的认清 佛为什么说 这个 为什么说这个 说这个无 一切法空的这个部分 就是讲到谁的 旧三性 是中道 就是讲到谁 为什么讲到 一切法非空 非不空 非空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到有 有依他原且 有世间的部分 有这个我们因果造作的部分 另外有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那我们另外的部分来讲 就是要认清什么 是不是非有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到骗迹所值 我们一直只取的这个 我 还有只取 我们所 我们所 只取的这个 所谓的现象界的人数为 为真实的那个 那个都 非无 那个是非有 这我们解释了 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约 约全是中道 约全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要知道 他这个讲到谁的 那个 令出所值 我法成无的部分 就是讲到谁的 这个约全最重要的是在 在那个 依照那个 苏操的 就是 狮子恐操 就是讲到 约全最重要的是 全是我们所说的菩萨 菩萨大悲心 其种种方便来解说 解说这个 就是所谓的 我们除我法 才说空 所以为什么说空 为什么说有 是最小的是要 潜除我跟法 才说为空 离子既全 既全 真熟 称有 离子就是说 你把这个我跟法 潜除之后 这样潜除之后 就会显现 这个 才能够诠释 这样子的 我们所说的 原成神跟 所谓的 依他有 依他 俗是讲依他 依他元气 所谓有 因为你潜除 遍既所谓之之后 就会显出这个 谁的 所以 显出这个 谁的 显出这个 原成神跟 依他气 所以说为有 所以他这个是讲到 约全的部分 望全我法 非无非不无 望全我法的望全 这个望全是 望是虚妄分别 我们心事的虚妄分别 这个 因为我们 我们在看 我们心事会起 这个我跟 我相跟法相 非无非不无 就是后面所写先的 所谓非无 就是讲到 当情次有 当情就是说 情 当 就是我们在 我们看到 境界的这个时候 我们的情世 就会现出来 所谓次有 次有 就是会现我 相跟法相 我们前面有表示 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在见到 第一个我们 这个为师三性的部分来讲 骗己所知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 我们 我们碰到事情一定会 在 第一步就是我们心事的认知 有没有问题 第一个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心事的认知 心事的认知的部分来讲 就是认知 我就是我们的 在相分里面 我当时怎么样 然后我所认识的 法相的部分 人事物 这些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这个 就是在目当下 我们的情世 就会显现这些的 我们所说的 我相跟法相的 这样子的显现相 所以次有 非常相信的 就像有 具体实物 具体实物就是 真正的我相跟法相 它是只是显现相 所以说为 它如果是 以它是显现相 如果它以它的体性来讲 是依它起 而不是有 有它的 我相的实体 跟法相的实体 所以叫具体无故 所以叫做 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 那个非无非不无 那另外是 妄权真熟非有 非不有 妄权的那个妄 是虚妄分别 虚妄分别 这个 所谓的 从虚妄分别 他在讲 因为虚妄分别 就是我们 我们心事 这个心事在 因为 依它起 跟原成时 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想一想 用思维 就是寻事 寻事就是我们所说的 私心所 私心所跟会心所 深淺推舵 就是寻事我们深淺推舵 深淺推舵 深淺推舵 跟我们所说的 深淺推舵 这个部分 开始起 所以依它起是什么 原成是什么 所以起源泉 这个部分 那个 这个是讲到谁的 我法成无的部分 是第二个 令除使有固执 这我法执本来都无 至情绝了 就是所谓无 离职俱全等 什么叫离职俱全 依照《施子恐操》里面所说的 你因为离职这个部分 你离开 遣除的这个 遍忌所值的这个部分 用遣除的这个 遍忌所值这样子的设定 然后寄就是寄托 这样子遣除的 这个意义来诠释 所以不达本来都无 本来都无是讲到我跟法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众生 我们世间人一直 显现我们世间的 世间人 碰到境界就开始 我们的心事 我们的观念 一直就是在分别 所以我们这个是 偏其所值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种种的分别 种种的忌度分别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当下知道 不起这些分别 所以这个时候 一切法有无心 心言入觉 这样子就是我们所说的 心邪及菩提 就是你当下这个 忌度分别的心 就是熄灭 不再有这个 有这些的 有 认为这个 就是对于权势说这个法 是实有 不是说这个法不存在 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法的真理就显现 如果不具权 如果不具权 这个浸除 我跟法的 这个部分来讲 你就没办法显示 这个世俗地的部分 你也没办法 所以的 则何真何俗之有 所以如果 顾不具权 则就是告诉你 如果没有具 因为我们现在 你要正真理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这个 世俗地的部分来讲 我们前面也告诉大家的 我们现在要正真 要去了达这个真理 实相的真理 我们在维世佛学的部分来讲 不管是阿寒的教义 或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剥热的空教 第一步就是 犬除烦恼 你犬除烦恼 这个烦恼 什么是烦恼 我们的烦恼 不外是 我们烦恼不外 是从我跟法而来的 执取我跟法而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你 能够遣除这些烦恼 所以你才会 了达真实 你了达真实之后 你才能够知道 依他的实相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 一直要 先讲 先讲骗迹所知的部分 因为如果我们不讲骗迹所知 你的直取是什么 我们永远没办法 通达真理 没有办法真正的 没有办法通达实相 所以 都不计权 何真何属之有 所以你没有 你没有这个 诠释这个骗迹所知 没有寄托骗迹所知 你了解骗迹所知的这个 这个我 知取的这个我 知取的这个东西 你哪来的真实 哪来的知道 世俗的真相 所以故今云真属有 真属有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到谁的 我们现在为是 三细就是讲 骗迹所知是 是没有真实体 那我们的真是 有的部分来讲 是依他 就是我们说 俗是依他 我们所说的 依他起性 那真的部分来讲 是原尘事 所以为有 这都是讲 我们所认识的依跟他 真跟俗 都是飙望的 我们现在所认识的 这个桌子 实际上来讲 我们真的 没办法真正认识 他的实相 因为我们 我们一直告诉大家的 依偎是佛学的 这个东西是 我们所看到的桌子 名为桌子 是依我们人 人的第八四 是显现的像 其他的众生 是不是显现这个像 所以我们要知道 是为 我们这个桌 这个 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 我们是 我们是 经过很多辈子 在人间 人世间就被教导 看到这个叫做桌子 所以为什麽是缘起 所以告诉你说 我们认识这个桌子 就是缘起 我们又认为说 这个设法 这个就是桌子 就是实相 就是真实的 我们是错误在这边 所以人家 尤其是如果说 这个是古董桌 是非常昂贵的桌子 如果你把它弄坏了 你不是气得不得了 这个称恨就起来了 而且我们的爱趣 就是离不开这个 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缘起法 所以我们这个是 讲到所谓的 一拳坛子 我们现在所认识的 这个真属本身的来讲是 我们拳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的相分的部分 见分去了别相分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桌子 马上就 马上 没有几分 一看到马上说 这个是桌子 这个是相分 见分去全 我们是觉得见分是 全是相分 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功能 就是我们看到境界 马上就说 你是怎么样 你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见分去诠释 我们见分去聊 我们讲的是 希望分别 我们所缘的境界 其实这个时候是 于我们的第六意识的 这个诠释来谈 真谛是什么 俗谛是什么 所以既权称有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真正的认识 因为真属是离言尽 因为依我们来讲 我们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个 都是我们因为缘起 因缘 我们的人间 一直把它认为 所看到这样子就是桌子 所以说 就是讲到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的 真谛原成史真如 它本身就是非离 我们所说的 它本身就是离言性 所以旺权我 我法心等 这是父法正义 便是旺说 所以旺说的旺说 是虚旺分别说 旺的部分 所谓旺说就是讲到 我们所认识的真属 都是用 都是我们心事的言权 我们心事 我们第六意识的这个 已经我们第六意识的 诠释出来的 不是真实的 真 原成史 也不是真实的 我们所说的 世属地的设法的这个 实相 所以反法性是离言 法性 法性是讲到真地跟属地 这两个 所以你不依言权则 难言其笑 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它依权的部分来讲 是你能够离开这个骗气所值之后 你就能够了解 它本身就没有 这个时候 我们的 我们这个所谓的 我们众生的心事本身来讲 就慢慢地减少 慢慢地熄灭 就是慢慢地烦恼越来越少 越来越 甚至到熄灭 这个时候 法的真理就慢慢地显现出来 所以这样子来讲 就是显现出来才会讲到一个 为什么言权 偏激手的收污 那个真俗所谓有 望者是讲望分别 就是讲希望分别 即有肉的群世 是我们众生的有肉 就是讲到还带有烦恼 不是实相的这种观照 是讲到有肉群世 这群世取言权 这群世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境界 马上就开始就想 我看到了什么 然后看到什么 这是我们的先群 事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开始就观 事的部分就是告诉你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境界 然后我开始去深观察 观察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会这样子 还是讲到谁的 这个 巡视之后才会马上就是会 起言说 所以我们一看到 看到任何的境界 马上就开始对话 起言说 你有种种的想法 是讲到这群世起言说 均匀望全非无 望全的部分来讲是讲到 希望分别的运作 因为我们在见到境界的时候 我们碰到境界的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事就开始运作 这个叫做望分别 希望分别 所以讲到望全非无 所以我们希望分别是 所依他起的运作 依他起心事的运作 所以他不是没有 这个时候 其他起的心事运作之后 当情献我相跟法相 当情就是他的见分跟相分 尤其是相分里面会献我相跟法相 这个时候就是当情献我相跟法相 这个我相跟法相 这个此相非无的部分来讲 就是他有写现象 叫此相非无 非不无就是 我相跟法相的体本身就没有 非不无 则本来自信无故 云非不无 这是讲到谁的 那个 就是讲到为什么我相跟法相 他有时候说他有 有时候他说无 有时候他说非无 有时候说他非不无 所以讲到当情次有 当情次有的部分来讲 是当这部分来讲 当我们在碰到境界的时候 当下就会我们的情世 我们的心世 就显现相赐 就是这个时候会 是这个所谓我相跟法相 所以这个是讲到非无 是非无的部分来讲 非无就是有的意思 整个非无的这个非 整个非无的非是遮潜 遮潜的意思 遮他不是 遮他没有 如果说他没有就 完全没有就是错了 就是 我们所说的非是遮的意思 遮他完全没有 意思就是如实知道他有 什么有 是见相二分所写 心事所写现出来的 如果是 具他的这个体就是 我法这个真实体是没有 就是遮除非不无就是 不无就是有 就是遮除有的意思 那后面的是讲到谁的 解释望全真俗非有非不无 就是在我们全的部分来讲 就是全是这个所谓的真俗的部分 也是讲 也是我们 真俗体来讲 我们所说的这个真俗 也说他所谓的中道教 所谓中道教是离开 绝对有边跟绝对无边 我们一般的部分来讲 不是落入在有边 就是落入在空边 就是无边 这个就是非中道实相的修学路线 所以讲我们 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 这个真根俗 本身来讲就是我们 我们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真根俗 原成石的真如的这个部分 还有世间的这个部分 都是 都不外离不开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认识的这个部分 我们什么认识 我们从文字言的部分来认识 所以 所以次望全真俗非有非不无 所以从虚望分别 询释起源全 起源全的部分来讲 就是对 所以什么叫真如 我们就开始 我们现在对真如都是佛告诉我们的 真如是佛性 真如是空性 真如是涅槃 真如是不可言说性 真如是谁的 那个不可思议性 说了那么多你真正知道真如吗 不知道吧 因为这种文字语言 就像你 就像你 人家说 这个很好吃很好吃 所有的 一亿变得好吃 你不晓得那个味道是什么 你能够 其实说的 因为你在 只有你 你亲自吃到 你才知道什么叫好吃 不管是我们所说的原诚实的真如跟一他起的部分来讲 就是离言性 你不管是说他很好吃很好吃 你说的一亿变都搞不清楚那个怎么好吃 所以讲到为什么讲到不称离言法体 所以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用文字 来介绍的这些真如跟所谓的 依他起的这个世间的人事物本身这个部分来 都不是实相的认识 所以都是我们所的言犬 所以我们现在所说都是人家告诉你的 依言犬来认识 所以以忘权 忘就是讲到虚忘 以我们心事的虚忘的权势 依他起跟缘起法 所以依言非提有 所以这样子来讲依言非提有 因为我们现在认识的这个是 我们是言说的依言 而不是真正的他本质的真实的体性 所以依言非提有 我们人间命名的 其他的世间的 比如说天道 恶鬼道 他不叫做桌子 去讲为什么叫非提有 叫做非有 非不有的部分来讲就是 非提有是讲到是不称离言法体 因为言犬跟他本质 离言法体就是他的本质 是没有办法贴切 就是我们告诉你 怎么说一万次一亿次的好吃 你这个好吃根本比不上你亲自尝到 这叫不称离言法体 是依言本质就是离言性 故云非诱 那后面的是讲到谁的 那个又可真俗非旺 所以讲到谁的 又可真俗非旺就是讲到 真帝跟俗帝他本身来讲就不是 不是我们所说的虚望 因为确实有真帝 确实有俗帝 是缘起故 所谓的是缘起 缘起就是法性故 是缘起故 这个是讲不是真是缘起 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认识缘起法就能够知道 真俗二帝 因为我们认识缘起法的这个 我们认识缘起的有违法 这个时候从有违法 因为真俗是不挤不离的关系 所以我们甚至讲到 你能够通达缘起法 你就能够见道 这个道就是讲真帝 所以讲为什么讲是缘起 缘起只是法性故 就是你能够了解缘起 你就能够了解 我们所说的真俗二帝 不称妄权 就是讲到所谓的 不称妄权 妄权是我们的言说的部分 虚望分别的言 权是元说的部分 这个是讲到你真正能够见言起 皆知见法性 就绝对能够离开言书 不称妄权 就是这世所思的你轻正 你轻正之后 你就绝对跟这个所谓的言说是不一样的 是不称妄权 云非有 云非有的部分来讲 是讲到谁的 另外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怎么说 那个 后面是讲到妄权从妄分别去 为什么 就是讲到先解释这个妄权 我们妄权最主要是我们的虚望分别的这个 这样子的运作而起来的 所谓妄权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虚望分别的心事的作用 我们心事的作用 然后我们经过了这个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又相应群世两个心所 要取对我们的这样子的真谛跟属地的了解 所以叫做妄权从虚望分别起 那非称妄情 非称妄情者是非有 非称 所以讲到部分来讲 真属本身来讲并不是妄情 因为他确实是 如如实的了解原情本身来讲 就是讲到谁的 那个谁的 原诚实的部分 了解这个实相 所以我们所说的 因为非称妄情 所以叫做非有 体非无故 因为真属恶地本身来讲是体非无 所以讲 从这个谁忘情来讲 所以叫做是非有 从这个谁的真属本体来讲 是解释非无 所以真属体原起故非无 那个非无本身来讲是讲到非不有 非无就是有的意思 这而且他没有就是如实知道有 如实知道他有 如实知道他为什么说为非有 就是讲到你如果说你在诠释 真属本身来讲如果是依诠释的部分 依我们虚妄分别的这个忘情来诠释 就是讲非有 你这样了解吗 因为我们所说的真属本身来讲 为什么说为非有非不有 从我们众生还没有清正的这个 这样子的情况下 所认识的这个恶定 就是依照我们所说的虚妄分别的这种的言说 来认识的这个叫做非有 如果说你真正的见缘起见到 这个时候你所见到的这个真属恶定 本身来讲是离开言说性 这个是他体本身来讲就是讲就是有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说为这他没有 所以叫做非有非不有 那后面的是我法无故 既是直接犬 这是我们一定要犬出到的 我们一直只有一个我 还有法的真实性 我们就是讲到这是我们要犬出的 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如实之有 如实之有就是讲到我们一定要知道 众生本来就有佛性那个佛性 一定是有 这是我们修学的一个 第一个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我们实现的目标 第二个我们实现的目标 就是我们所说的 俗地的部分来讲是世俗地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修学阶段里面 我们一定要有资料 所以我们这个世俗地一定要也要把握 所以讲到真俗恶定 像讲到诸离职皆存 这个不要忘了离职要存 我们现在的依他起都是在爱取有 都是转到烦恼生死的 这个三界生死的这个部分 这不是我们要的这个俗地 我们现在的这个俗地就是 就是慢慢的要离开贪嗔痴 要慢慢的持戒布施 那种的世俗的 那我们要保留 所以我们为什么 为师佛学那么强调 要俗地的这个部分 离职要存 这句话不要忘了 所以我们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的修学阶段 一定要慢慢的把贪嗔痴法去掉 慢慢的持戒布施忍辱 就是慢慢建立我们 在为师佛学的告诉大家就是 为师佛学真的不承认你 你下一辈子就解脱了 为师佛学没有建立这个观念 为师佛学建立 他有建立你如果念佛往生 确实如果是你非常精进 确实是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为师佛学不否定 所以为师佛学的 他所说的观念就是 你又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师佛学没有办法 承认的是你当下极身成佛 为师佛学 他绝对不承认你当下极身成佛 因为他有我们菩萨他走在这个 修学五个阶段 就要经过三大阿真子学了 哪可以说你下一辈子马上成佛 所以我们要知道的为师佛学 他不建立你马上就可以成佛 他可以建立为师佛学 他可以认可阿寒的部分 阿寒你可以 因为阿寒的这个修学阶段里面 十大弟子他的 他们的根性比我们好 而且他们的质量也比我们好 他们在那一身就可以看到化身佛 我们还看不到 我们的质量不够 所以因为他有佛的 应该是讲到加持 所以他马上可以建道 马上可以建阿罗汉国 这我们可以肯定的 可是我们现在 佛已经 我们讲到 因为我们的质量不够 所以我们没办法马上就开始 你不能说你马上就 下一辈子就马上解脱马上成佛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要建立世俗地 因为世俗地是我们未来的 修学的资粮 所以我们在佛教一直告诉我们 我们要离开无佛的世界 你不要下辈子跑到 那个没有佛的 没有佛法的一个出生地 你不要跑到一个贫穷的家里 你不要跑到一个 就是告诉你 这是我们要 在世俗地要有资粮 你有资粮 你家境环境好一点 你才有修学的资粮 如果你苦不堪严 这是很难有修学的机会 所以我们这个在维世佛学 非常强调的是建立 因为真地来讲 在阿罕 在波勒空教都有强调真地 可是比较少强调的是世俗地的部分 所以维世佛学把它拉出世俗地 你要就要认清 世俗地不是完全丢掉 所以我们在我们未来的修学阶段 就告诉大家了 不是你下一辈子马上就解脱 马上成佛 所以我们还有三大阿僧子节的 菩萨都有三大阿僧子节 那么遥远 你一定要建立资粮了 你建立资粮 你未来生才会少 少苦 少忧 少恼 这是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那么强调 要这个依他起的世俗有 所以这依他起的世俗有 绝对要离止而有 因为我们这依他起的部分来讲 你不要看到我们世间的人事物 制造烦恼 又让你滚到三界的二道 这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碰到的人事物 我们要随喜善叹 随喜增加不失 慈见 忍辱这些的资粮 所以我们讲的离止皆存 所以讲到这个是 为什么说 一个说浅 一个说存 浅的要 我们慢慢要离开我 我之 还有对法的执着 所谓对法的执着 你看到境界 你不要马上就认为说 人家骂你马上就认为 马上就开始生气 这个叫法执 我们法执就是认 法执一定有 我们所说的离不开我之 所以因为法是对境界是无明 有法执会慢慢带出我之 所以我法据当情限 据当情限的我们一直解释 碰到机会的时候 你有缘 我们这个 比如说你来到这边 这个我相和法相就会陷起来 法相就是这些的境界相 我相就是你一定有一个 我知道你自己长得什么样 这是我相和法相会陷 我们会生起执着的部分来讲 是认为有一个高高的我 认为这个讲到我执取我相 认为我看到的境界 非一定要你认识的 你想要的那个境界 就是叫做我执 法执 就是讲到我法据当情限 这是所谓有 这是依他取的血限 那我们讲到这些是固执 如果你还执着有我的实在 跟法的实在 这是讲到谁的 这都是我们所说的直取 这要认识他本身就是没有 没有他的实体 所以应该要潜出 所以这个时候物本来无处 所以你当下物 骗记所持 我相跟法相不是实有 这个时候当下 这非常重要 物本来都无 物这个我相跟法相本来都 就是我们的本来都无 是没有二曲的意思 自前也 这个后 浅除的当下 这个时候是真属会写现 这个纯实 是真属本来原其有 所以本来真属本来原其有 就是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不是 就是这句话 就是大家不要误解了 就是讲到真属本身来讲是 我们所说的 它是 不挤不理的关系 这句话很 真的也蛮容易让大家能够误会 认为 如果不了解的话 变成说真如是原其法 原其的范畴 世俗是原其的范畴 认识不清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你能够了解 这个原其法 原其的法则 这个时候 又能够离开 骗具我之 骗具所之的部分 当下就是 见原其之见法 这个当下就是能够悟 提悟到真如实性 所以它为什么讲到 真属本来原其有 遗诸真属离故之矣 物本来都无则真属之存 因为它马上就写现真 真地的实相 孰地的实相 所以你这个时候慢慢的就 真属就慢慢的写现 那后面的是讲到谁的 第四种 我们应该还没见到这个部分 就是讲到第一第四种 第三种 约迷雾来解释忠道 迷雾的部分来讲是迷情世俱 迷情世俱是我们所说的 有无 因为我们一切的言语 我们所说的一些话 统计起来 离不开四种的方式的表达 离不开四种的表达方式 第一个方式就是 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叫四句 不是我有什么 他有什么 就是讲到这个四句 另外是我不是什么 离不开这个 在表达的 我不是什么 那个不是什么 他不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说的非句 另外是讲到谁的 是我们所说 非有非不有 亦有亦无的部分 比如说我看到云有时候在 有时候不在 我看到你有时候在 有时候不在 亦有亦无的部分 另外的非有非无的部分来讲 非有非无比较属于说 这比较依照 依照解释的部分来讲 就是有些人比较 识变力比较好 因为他认识说 你说有 你说这个是什么 然后就说你这样说不对的 因为某位大的说 这个不是 这个不存在 所以说非有 当你说这个东西不存在 那他又告诉你说 某位大师说这个存在 就是 所以为什么讲 有第四句 非有 非不有 因为他是讲 你 当你说有的时候 他说你说有不对 应该说 非有 当你说没有的时候 他也说你不对 这个应该是 有 所以讲非有 非不有 不群事据 事据缺事 这是大家要看 看中论的部分 因为中论有讲 中论如果说是与佛 佛来讲 佛来讲 佛四种表达都是正确的 以佛来讲 我们 我们众生 事据都不对 事据都不认识实相 所以事据都不对 以佛认识实相 四种表达方式都对 所以讲 误取事据 事据皆是 那后面 怎么样认识这个 说尽我空 佛法空 破出有 破出只有 说心真属有 破次 这是大家请看一下 这个谁的 那个在 在那个 在第十页的 倒数第十行 所以由此因言 迷情事据 就是 对于上面的这两种表达 忠道的方式 就是应该要了解 迷情就是我们众生的 这个迷惑 因为迷是属于众生的迷惑 迷惑的这个心事的分别 所表达的这个事据 这个事据都非真实对境界的实相的认识 叫非情 事据皆非 悟情如果说 以佛来讲 他表达境界的实相 所以他事据的表达都是正确的 这是讲到谁的 因为整个表达方式就是有这个事据 那后面的是讲到谁的 那个 说尽 尽我法空 因为 这个阿含 阿含经里面 这个讲到阿含经里面的这个跟 我们有一个跟进 我们阿含经实相讲这个 我们跟进和和身世的部分 阿含经里面 这个静 这个是讲到那个 我们请看一下这个静我空 静我法空 我们的静 最早要是讲到这个静 最早的是讲到这个静 这个静 阿含经的这个静 在为是 如果是大家如果了解的话 这个静是内内静 而不是外静 这个内静是我们的相分 这个内静是我们的相分 有没有这句 有没有这句 有吧 因为他一直讲 几乎这句在阿含里面之上出现 所以我们有我们的五根 或是六根 跟静和和 这个时候就会生世 世就起来了 这两个是真上缘 这个静其实是内静 我们现在所说的外静 因为以我们现在 世间人所认识的 静 所为外静 这个内静是我们的内相分 所出来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 我们讲的是我相跟法相 因为这是讲到显现相 而我们 我们现在的外静 是我看到这个桌子 在我人之外的部分 而且外静的部分来讲 一般的外静 现在的认识都是 现在怎么认识它 客观 实有 我们现在所有的认识 所谓客观实有就是 不是我们 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个境界 一维世佛学来讲 是我 离不开我 我的第六识的 见分心去认识相分心 所以我认识这个 跟你认识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在维世佛学是主观 维世佛学完全是主观 而现在一般的现在认识的就是客观的 依照我们所说的一个西方的哲学就是客观存在 这个客观存在就是不是我们 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要真的是 西方的说法跟我们的说法不一样 所以这个根根根根根根根本身来讲 本身来讲是 是因为为佛学的部分来讲 不外离不开我们的心事去认识的 是我們主觀分別 因為如果是客觀存在是 這個氣勢間 並不是我們會來 而且講到這個氣勢間 這個氣勢間來講 一為是佛學 是我們大家 我們所說的共相種 我們有因有緣的眾生來創造 是共相種 如果是客觀存在就不是我們 我們這個氣勢間是有因有緣 如果是客觀存在就不是有因有緣的 所創造的 所以我們講說禁我法空 這個禁的部分我們顯現的這個我相跟法相 本身來講就是所說的並不是真正的實相 所以為什麼一直要講它是空 是這樣子能夠了解 因為如果說你說我們不認我們說它空 我們才能夠真正的認識我們所說的這個依它起的實相 如果我們一直講到說我們所看到桌子這個就是真實的 我們看到這個部分來講這個桌子就是真實的 你永遠沒辦法見到真如 因為你一直直取這個是真實的 你永遠沒有辦法解脫 沒有解脫的一天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講到空 所以第一個就是出之有心 因為我們為什麼在阿涵境界裡面一直講到我們在我們要觀 我們所說五運觀色法事無常苦功無我 所以比較喜歡觀空的部分 因為它沒有我們所說的是無常性的 因為無常它這個東西是生滅的 會有一天它會被破壞掉 每一天它會消失 你永遠沒辦法永遠掌握 永遠擁有它 這個時候我們的直取愛著才會慢慢消解 所以為什麼要講無常 而且世間的東西 你越執著越看為真實的 你會越來越有煩惱 為什麼講無常苦空 因為是破除我們的直取性 因為我們重視 我們可以觀照自己 我們這個愛取的心很嚴重 難道沒有嗎 應該大家可以看看自己 其實我們的這個愛取性真是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破出直有心 所以說心真屬有 心真屬有 那個破斥 那個說心真屬有 破斥直空 那個就是說心真屬有是第三十教 所以我們所說的那個第一個 為什麼我們所說的這個第一個 為什麼說佛在阿涵裡面說這個 為什麼說 因為這個講說為是三性的部分 什麼如實知道為什麼佛要說空 如實知道佛為什麼要說有 是講所以不外是第三十教 所以他講迷情四句 所以固執有無分別 就叫迷情句 那有的部分來講 那有的部分來講 亦有 爭議棒 爭議的部分來講 這個講有 比如說我們所說的 我是法源師 這個法源師這個東西實有 那不是爭議出來嗎 真正有是我的設法有 這個設法不是法源師 是我被稱呼為法源師 所以講的話 如果說你真的是認為法源師 那個法源師有的話 變成就是爭議出來的 叫做爭議棒 那個騙計無 所以說 他是講到為什麼叫爭議棒 最主要是從 因為我們所說的這個 我們所說的我相跟法相 認為他實有就是騙計所知 就是講到 他本身就是騙計所知 要認知到他沒有 真說喜有 真說就是我們眾生 一直把騙計所知的我相跟法相 認為有是增加出來的 而且很習慣說他為有 所以叫做爭議棒 是增加出來的 那炎烏者是減損棒 炎烏的部分來講是依他 設法本身來講是有 但是還有真爐本身來講 佛性本身是有 但是一般眾生沒有辦法 如實的知道這個依他 而且另外的部分來講 就是空教的部分 把這個依他的部分來講 不如實之 所以這個時候認為是空 一切法 以一切法空 不論是佛說的空教 所以認為這個時候他推論 就是我們所說 以他跟原誠實的部分來講 認為就是沒有 是減損棒 所以直為無 所以說為減損 那後面的是相為棒 所以有時候說有 有時候說沒有就是 那一個東西你說 有時候說有時候沒有 有時候說有 就是叫做相為棒 所以不可預法雙說有無 就像水跟火 沒辦法同時存在 那非有非無就是細論 以下人家說 人家說沒有你說有 你說沒有不對 以下說他人說有 你說不對 然後應該說沒有 而講就是 你這個時候變成你是細論 我們先休息20分鐘 謝謝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